西大使要問一下蔡委員的 要問一下柯P的能源問題對不對 對 能源問題 因為你講了就是說 核二核三研議嘛 核四要體檢 那體檢是什麼意思啊 那是這樣 核四有聽過很多種說法 有人跟我說沒問題都可以用 有人跟我說 當年我們都知道不會用 所以都隨便蓋 沒有核四廠的廠長在賴碗報 講了好多次沒有問題 他說沒有問題 可是我問你 我也聽過裡面的包商說 我們那時候都隨便蓋 我到底是哪一個才是真的啊 不可能隨便蓋啊 那是日本跟美國的這個大廠蓋的 機翼跟日本的兩個廠一起蓋 我跟你講 但是蓋的是台灣的廠商 不過他覺得是這樣 這一題是這樣 我以前是不贊成核四 但是常常是這一樣嘛 宗教跟科學的地方不一樣在哪裡 宗教是說你不可以動搖 科學是當你有證據的時候 有數據你可以改變 核四是這樣 我也想過 如果台灣還要保有台積電 不接受核四都沒辦法 核四鬆起 超級耗電 因為我們有超 你不可以說我要台積電 我不要核四 不可能嘛 還有一點 你要不要發動發展電動車 要不要 你要電動車 電動車都用電 你再來燒煤炭 燒煤炭電動車 那不如那個全部再用燃油車去跑就好 所以才是這樣 這有時候真的就很誠實的面對我們的問題 我跟你講一家台積電 你知道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一家台積電新竹廠 他一個廠區的用電量是台北市250萬人口的全部用電量 我以前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後來就說天啊怎麼這麼耗電量這麼大 現在南部還在蓋 等到那個量產開玩笑 那兩個台北市 而且三萬米兩萬米更耗電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你的體檢就是重啟核四 應該這樣講 以現在的局面看起來 如果我會這樣跟老百姓講 他說如果你不要台積電 我們就另外考量 如果你要台積電 我現在跟大家很誠實的講 恐怕沒有辦法不要核四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解決問題要比較長遠 核二事實上跟核一差不多 核一是45歲 核二是42歲 核一給他廢了 核二是不是三年以後也要廢 核一最大問題 他已經拆一半了 所以這個要真的要問說 那你們到底拆了多少 這很誤知 因為他當然 美國核電廠是60年 60年 可是這個科匹講到是2050年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核一核二 核三都已經39年了 都很快 你馬上要面臨很多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你要 而且科匹你那個2030綠能 要增加到40%也太理想了 40% 很難 其實我跟你講應該 比較正確的講法叫乾淨能源 就是核能加再生40% 你要還有一點 這也是要很務實的講 因為再生能源就是光風水力力熱 還了不起一個潮汐 潮汐太困難了 主要是光電跟風電 坦白講那個光電 最近南部反彈很大 聽說很多山頂都光秃秃了 後來我聽到一個笑話 他說在民進黨統治之下 台灣亮起來 台灣飛起來 我說什麼意思 以後全部光電板 從微星看 台灣亮起來 我說什麼叫飛起來 他說海邊都是 在轉 他說在民進黨統治之下 台灣亮起來 台灣飛起來 我笑不出來 但是那個光電 我去南部看 好像真的問題很大 為什麼 土地20年不能用 因為你20年就拆掉 它不符成本 所以你只要蓋一個 那塊土地就是廢20年 這個讓 這個就是 他讓國家的這種土地使用 完全沒有彈性 其實這麼小面積的國家 沒有人在做地面太陽能 做那麼大的 這就是 所以這樣 後來就開始做 都是新潮流的雲爆公司 當然在陰謀論 但是還有一點 風電 最近那個臥序也不幹了 對 他說你們這樣搞 我聽他的理由 我聽了 第一個你不能要求 全部在台灣製造 他說我這個成本就不符合 第二點 你不能讓我們要去跟地方溝通 那國家都不出面 再來他不能說 為了大家通通有講 所以他說每一個風場最高的 那個發電量多少 他說我這樣我全部包起來 我經濟規模大 我成本會低 對 現在民進黨的邏輯就是 通通有講 與路均戰 對 那你剛剛講核死 你說這個要不要這個核死 就看我們要不要這個台積電 因為他的用電量很大 我們會有不要台積電這個想像嗎 所以很難 對啊 所以這個 你的半導體政策是什麼 不是啊 這個這樣 產業要轉換哪有那麼容易 我們這個供應鏈是發了三十年建立起來 現在你說突然要轉換 不容易 所以老實講 這個我倒覺得這樣 誠實面對問題就好 誠實跟老百姓講說 我們遇到困境就是這樣 但你說如果核死出事 我也知道核死出事就完蛋 不過這樣 因為311之後 其實核電廠的又進步了一遍 至少 那至少說我在半山要蓋出水池 不行的話只要超過程度 水就倒灌進來把它淹掉 311就是日本一直不肯放棄 要拼到最後一秒 結果 所以那要講好 要照SOP走 超過什麼程度水就進來 還有一點 311沒有做水槽 所以他要發電機把水搓上來掛掉 因為等發電機壞掉 其實人類還是有在進步 但是我也非常清楚 因為我當過台大外科交流病的主任 我們當時在做那個核四的那種測場計畫 沒有辦法做50公里的疏散計畫 只做到8公里 因為如果用核四當核一核二三當50公里 要疏散幾百萬人口不可能 所以這個就變成這樣 有沒有風險答案是有 我們有沒有比以前進步 有 你要給我保證完全沒有風險 我沒辦法保證 柯皮等你當選之後 你就會發現天然氣接氣站也很有風險 基隆反彈成這樣 對 好 這個受限於時間 今天還有很多問題來不及問 所以我們在這裡再次邀請柯皮 下次再排個時間給我們 我們同樣有更多完整的訊息 這個蠟丸報的蠟粉們想知道的 來請教一下柯皮 我想之後一分鐘就再講 一分鐘的時間 可不可以面對盡頭 跟我們現在所有蠟粉獎 你覺得呢 為什麼要投給你 台灣怎麼樣會更好 人家台灣說我們要一個 什麼樣的總統 我倒覺得這樣 不要貪污 並不是說他自己貪污 你不要讓整個系統亂七八糟的 誠實一點 就是說 如果2050會有一家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對不對 工作認真一點 至少我不會貪污 意識形態不會太強 然後又認真工作 也算聰明 總是會比較有辦法應付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我們只要誠實的 面對問題就好 其實台灣人不會太笨 只要不要讓國家走歪的 我們就是新加坡嘛 就這樣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我是所有候選人裡面 最有些基本條件 比較誠實 比較認真 不會意識形態那麼嚴重 還有一點 我不會貪污 很重要不會貪污 不會貪污 謝謝主席 謝謝柯P也謝謝亮哥 謝謝這個介大使 謝謝線上所有的辣粉 記得按讚抖內分享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母親2條 腸道教育 就ест了 最又做好 很漂亮 像水